必須其次鮮明地反對動亂 在悼念胡耀邦和自小的活動中 港大共產黨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解放軍和青年學生 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哀思 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 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 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 極少數人直擊製造謠言 指明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 狡猾群眾衝擊黨中央 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 甚至還有人哭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 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 在打、閘、搶、燒的嚴重事件 考慮到港大貧重的悲痛心情 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 某些不可當的嚴幸 港和政府採取了容忍和克制態度 在22日 胡耀光同志追悼大會照開始 對於先期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學生 並沒有按照慣例清場 而是要求他們遵守紀律 共同追悼胡耀光同志 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 保證了追悼大會 在莊嚴肅目的氣氛中順利進行 但是在追悼大會後 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 繼續利用青年學生 悼念胡耀光同志的心情 製造種種謠言 鼓劃人心 利用大小自暴 污衊 謾罵 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 公義違反憲法 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在一部分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 向學生們奪權 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博室 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 教師罷教 甚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 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 散發 反動全單 並且四處串連 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 這些事實證明 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 悼念胡耀光同志的活動 不是為了在中國推行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 也不是有些不滿法法勞騷 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 破壞民主法制 並目的是要搞散人心 搗亂全國 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 是一場動亂 其實則是要從根本上 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 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如果對這場動亂 姑息縱容 停滯任之 將會出現混亂的局面 全國人民 包括港大青年學生 所希望的改革開放 自理整頓 建設發展 控制物價 改善生活 反對腐敗現象 建設民主與法制 都將化為泡影 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賴成果 都可能消失待盡 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 願望也難以實現 一個很有希望 很有前途的中國 將變成一個動亂不安的 沒有前途的中國 全黨和全國人民 都要充分認識 這場鬥爭的嚴重性 團結起來 其次鮮明地反對動亂 堅決維護得來不宜的 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維護憲法 維護社會主義 民主和法制 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 對任何藉口侵犯合法 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為 要堅決制止 對蓄意造謠 進行誣衊者 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禁止非法遊行示威 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 進行串聯 對於敲、打、襲、搶、燒的人 要依法制裁 要保護學生上課學習的正當權利 港大同學 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 推進民主 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 這些要求只能在港的領導下 加強治理整頓 積極推進改革 變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實現 全黨同志 全國人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 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 將國無寧日 這場鬥爭 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 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 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 港大共產黨員、共青黨員 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 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 積極行動起來 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